今夏缓缓睁开水眸看向陆毅 正欲开口陆毅吻上来 两酒才放开 今日带你去办案 你想知晓的自会知晓 今夏听他如此说 便不再言语 陆毅拿了冷帕子 替今夏敷了一会儿眼睛 直到不那么红肿了 才拉着他去练功 客栈的后身是一片竹林 陆毅选择这家客栈便是看中了这片竹林 不但早晚可以练功 还可以秀一秀春天竹子清新的味道 陆毅拉着今夏来到那片竹林时 层服 杰兰泰已经在练功 四人练了小半个时辰 回客栈洗漱 杨岳在竹林里挖到了新鲜的春笋 素炒的春笋成了早善最受欢迎的菜品 今夏心里的结尚味全部解开 闷闷地吃着 没了平日的欢声笑语 杨岳笑道 夏野 是不是无肉不欢啊 你若是不喜 晚上我用肉给你烧 随便 今夏简单地回道 快吃吧 吃完我们还有正事做 路易说道 这次几人租了一条小船 直接让船家在岸上歇了 杨岳与层服划船再度来到昨晚的地方 将小船藏在岸边的灌木丛里 系好缆绳 杨岳 吉兰泰在船上等着 路易 层服 今夏同去 走了大约十数丈 树林外一道高大的院墙出现在眼前 三人飞身上墙来到院中 院子里的各色花争其斗艳 绿树掩映处一座二层小楼若隐若现 路易低声吩咐道 你们俩在外面等我 说吧 直接上了楼梯 故意将将楼梯踩得咚咚小 楼上的门打开了 一位娇媚的女子站在门边 今夏在楼下便闻到了一股香味 便是路易那件蓝色外山上的香味 红霄 还以为公子不来了呢 娇滴滴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今夏深处待美 心想 就算自己使出浑身解数 一发不出这般声音 莫说男人便是女子听了 一浑身汗毛竖起 嫣能不败倒在其石榴裙下 路某既答应了姑娘 又岂能失约 路易的声音响起 嗯 人家红霄 正想着公子呢 只是刚刚不好意思直说罢了 焦音再起 然后便是关门的声音 今夏飞身来到二楼 曾负责跃到一棵大树上 郎柱下有一盆绿纸 今夏躲在后面 正对着的窗户 有一道未关上的缝隙 从这里看屋内的情形 是一清二楚 公子 你昨晚带来的珠花 正是红霄的 昨晚人家不是不想承认 是想今日再见公子一面 那换作红霄的女子 打声打气道 哦 既是姑娘的 那便算是乌归原主了 姑娘可否愿意帮路某的忙呢 路易拱手道 公子 红霄当然愿意帮助公子啊 今夏见那红霄开始搔手弄姿 向路易身上靠去 只要公子愿意陪红霄共度良辰 红霄便是公子的人了 红霄焉有不帮公子之礼 姑娘才冒双全 路某不敢冒犯 路易后退半步 这般若来公子是不愿意了 那便算了 想我红霄亦是想当当的人物 尾身公子时事件公子相貌堂堂 那红霄端起茶盏看向路易 姑娘若肯帮忙 路某愿许千金 路易拱手道 千金 哈哈哈哈 那红霄大笑起来 趁路易愣神的功夫 手里的茶盏朝路易一扬 路易身形一闪 但那茶盏里却不是茶 而是何欢路 只这一扬 路易虽躲了大半 但星星点点还是喷洒到了她的身上 刺鼻的香味让她晃了晃 无外的惊吓看得真切 一脚踢开房门 奔到路易身旁扶住路易 哪来的野妮子 赶快本姑娘的好事 红霄红着眼睛看向惊吓 惊吓亦是正梦 怎的 她一看出我是女子 大哥哥 我们走 今夏扶着满面通红的路易转身欲向外走 那红霄在身后笑道 野妮子 穿一身男袍我一认的你是女子 你可知道 路公子已中了我的荷欢路 若不与我共度良辰 不出十天 她便会形同阉人 今夏闻听目目言争 踢手便来打她 却见路易咬着牙大口喘着粗气 野妮子 你救不了她 我的荷欢路里滴了我的血 其他女子是救不了她的 红霄说罢 放声狂笑 层浮在树上一听的一清二楚 飞落下来 正欲向屋内奔 路易拼近全身立即大喊 出去 层浮正在门外 路易怕房内余毒未尽 层浮再染上此毒 只是这一声喊 用尽了她的全部定力 理智见识 血脉喷张 甩开今夏折返奔向那个红霄 今夏根本拽不住她 层浮健壮意不管不顾 一脚踢在路易的腿上 路易此时根本顾不上时来踢她 脑里眼里全是那个红霄的模样 腿上吃痛意识毫不在意 也不去理会踢她的人 眼睛直直地奔红霄而去 层浮健踢她不行 拦腰将其抱住 回头却看见今夏 与四名飞身进来的红衣女子 站到一处 今夏回头冲层浮大喊 将大哥哥带走 今夏话音刚末 与今夏站到一处的女子 跳出二人拦住层浮路易的去路 层浮一手抱着路易一手迎敌 今夏水眸余光见那红霄 洋洋得意地坐在黄花梨的椅子上 似笑非笑地像是在看一出戏 水眸一转得了一个空荡 自身后拿出那把鸳鸯匕首 架在那红霄的驳梗处 大鹤一声助手 不然小爷要了他的命 四名红衣女子听到断鹤 皆守住兵刃 看向今夏与红霄 今夏将匕首在红霄的脖梗处 轻化出一道血痕 解药拿来 饶你不死 不然休怪小爷不克 解药 解药便是我 我便是解药 红霄虽脖梗上吃痛 心底有些恐惧 但脸上依旧是沉稳得很 真是不要脸 今夏愤怒地骂道 回眸去看陆毅 许是要笑过了些许 不似先前那般跃跃欲试地扑向红霄 但却冷汗直冒 今夏带眉微醋道 我大哥哥为何会出那么多汗 他现在还有救 耽搁的时间越长 与我杜良辰的次数便越多 不然他很快便会阉人 嗯 我已经说过了 红霄稍稍停顿一下 他现在出汗都是在恢复理智 恢复的理智欲多 他的毒欲难解 今夏牙关咬得咯吱咯吱响 松开抵着红霄的匕首 走向陆毅 红霄脸上献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今夏走到陆毅跟前 轻声道 大哥哥 无有其他办法 就这样吧 我与层服在外面等你 说完事以层服跟自己出去 层服不知如何是好 看向陆毅 此时陆毅的理智已恢复了大半 只是浑身造热尚未解除 他刚刚还有些猛 默地反应过来 跟着来到屋外 层服健壮一默默地走出来 今夏 陆毅拉住他 去吧 不然你的毒解不了 今夏忽闪着水眸 十日后便 不去 即便是如他所说 我亦不去 陆毅看着今夏 况且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 走 我们回客栈 等等 今夏呼地拉住陆毅 自削筒拿出灵灵给他的锦囊 真的找到了解药 今夏是被陆毅那句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点醒的 他想起了灵灵给他的锦囊 陆毅吃下解药 只一刻钟便恢复如常 三人附近到屋内 红霄刚刚处理好补梗上的伤口 知道这三人在院子里并未离去 而且他甚有信心 知道那个陆公子必定返回 只是出他意料的是三人一同返回 陆毅一步将他按倒在的 红霄以为陆毅是迫不及待地想解毒 娇滴滴道 陆公子 这还有人呢 陆毅给今夏一个眼神 今夏立即明白 仰手便是一巴掌 那四个红衣女子抽剑前来 陈毅与陆毅只三两下便接点住穴道 红霄挨了今夏一巴掌 还有些不明所以 他不相信陆毅不想解毒 他不知道陆毅已经吃了解毒的药 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陆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陆毅正在寻思如何处置红霄 却听见这熟悉的声音 三人抬头一看 却是张燕 有 袁公子 岑公子也在啊 张燕拱手失礼 转身看向陆毅 陆公子 请您高抬贵手 放了红霄王妃吧 今夏呆愣在那 什么 王妃 张公子 你说红霄姑娘是王妃 陆毅故意问道 正是 红霄姑娘是胡广树王的侧妃 张燕道 在下与树王颇有交情 不知王妃哪里得罪了陆公子 还请陆公子包涵 如此 那便是陆某有眼无珠了 陆毅拱手抱拳 既是如此 我等先行告退 陆毅三人出来 寻到停泊在树丛的小船 杨月和吉兰太乙等候多时 陆毅坐在小船上 见眉微拢 总觉得自己试着了谁的道 案子没有见斩不说 自己还惹上了这等风流士 而且自从上了船 那个张燕便如影随形 他到底是敌室友 或者是毫不相干的人 怎么隐隐觉得 已经有人知道他这次湖广行的墓地 一进客栈的厅堂 陆毅便要店家送沐浴的热汤 店家硬朗 他却不回房党后 站在院子里来回夺步 惊吓于存浮之导 这人洁癖又犯了 一同陪他站在院子里 引得店家及其他住客侧幕 热汤送到客房 陆毅回到屋内 向门关了一步向里走 只站在门口 便将衣衫里里外外悉数脱掉 告诉金夏连同昨日穿的所有衣物进阶扔掉 再让店家换一套干净的被褥 金夏按着他的吩咐一一做好 已经近半个时辰 陆毅还在沐浴间喂出来 金夏悄悄门问道 大人 还没好吗 里面没有应答 金夏又问了一声 依旧没有应答 仔细听听一没有其他声音 金夏内心狐疑 推门进去 只见陆毅闭目坐在浴桶里 金夏自语的嘀咕 怎么这般睡着了 他走过去 开拍陆毅的脸 大人 醒醒 陆毅没有丝毫的反应 金夏惊得瞪大水眸 声音立即急促起来 大人 大人 你怎么了 陆毅听见金夏在脚踏 想回答他 却发不出声 严勉强睁开一条缝 随即又合上了 大人 我扶你出来 金夏说着 伸手去拽陆毅 可哪里拽得动 金夏急急忙忙去找层服和杨月 二人合力将陆毅拉出浴桶 层服给他擦干身体 金夏拿来中衣 二人给陆毅穿好 扶到床上 大人这个样子应该跟踪的那个毒有关 金夏坐在床边冷静下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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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大人 yer えっ 在阳 ?